我们需要你 生你养你的母亲 多么有福气呀 但是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人 会更有福 教我们祷告吧 像约翰教他的门徒那样 祷告是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能 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赦免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先知很早以前就在圣经里写明 上帝要派弥赛亚来拯救罪人 使他们与上帝和好 耶稣的生平清楚地表明 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助 先知以赛亚在圣经里写道 必有童真女怀孕生子 这就在耶稣身上应验了 上帝的能力是童真女玛利亚怀孕了 他就生下了耶稣 正如圣经里的记载 童真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奇迹 是上帝给的一个记号 好叫人们知道 这个婴孩就是弥赛亚 他是上帝的儿子 人们看到耶稣 就看到了上帝的形象和能力 耶稣赦免人的罪 医治病人 拯救人 使他们能进入他永恒的国度 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 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 三天后 他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耶稣说 我有权柄舍弃我的生命 也有权柄把它拿回来 耶稣的生平正和众先知 在圣经里对弥赛亚的描述一样 的确 耶稣是上帝的道 通过耶稣 上帝向这个世界显明他自己 耶稣说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起初上帝创造人 好使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 但是人不听从上帝 违背上帝的命令 就犯了罪 罪就把人和上帝分开了 圣经里写道 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罪的结果就是死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罪人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 正如上帝预备了一只公山羊 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 上帝同样派他的独生子 替亚当的后代死 他这样做 好使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能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使徒彼得说 众先知所说的就是耶稣 他们说 凡相信他的人 上帝必赦免他们的罪 因此凡相信耶稣 跟从他的人 就会逃脱地狱的刑罚 并且能够在天国里 和上帝永远地在一起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对跟从他的门徒说 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 向人们宣告 凡认罪悔改归向我的人 上帝必赦免他的罪 耶稣还说 他要派圣灵来 和跟从他的人在一起 教导他们真理 给他们能力 使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道 当一个犯罪的女子 承认她的罪 开始跟从耶稣时 耶稣对她说 你的罪被赦免了 因为你相信我 所以你得救了 耶稣说 当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 说明他的罪 已经被上帝赦免了 耶稣叫人跟从他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 临死前 旁边的一个罪犯信了耶稣 并且求耶稣救他 耶稣回答说 今天你必定和我一起 在乐园里 凡愿意跟从耶稣的人 可以用下面的祷告 来开始恢复 和上帝亲密美好的关系 上帝啊 你是公义的 谢谢你爱我 我违背你的命令 犯罪得罪了你 我很难过 谢谢你派你的儿子耶稣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从死里复活 谢谢你让耶稣 为我所犯的罪 替我受刑罚 我愿意跟从你的道 我愿意接受耶稣 作为我的救主和我的主 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 让我能够和你永远在一起 我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灵 和我在一起 向我献明你的道 求圣灵给我能力 使我能全心全意地爱你 使我的生命蒙你喜悦 愿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赞美你 阿们 耶稣谈到跟从他的人说 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从我 跟从耶稣的人 每天都和耶稣谈心 学习耶稣在圣经里的话 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 和其他跟从耶稣的人聚集在一起 还告诉别人 耶稣是谁和耶稣怎样救人 耶稣升天回到自己的宝座前曾说 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 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我总和你们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末了 跟从耶稣的人 应该牢记耶稣的这个应许 我认为第三者跟着神轿的权柄都给了我